第二十題,甲乙丙丁四種原子,它們的直指數、電子數、中指數分別列在右表中,下列敘述何者錯誤? A,丁原子核的正電性最大,原子核的正電是來自於所謂的直指,那麼丁的原子核裡面有18個直指,它的最是最多的,所以丁的正電性最大是對的。 B,甲原子不帶電,我們看到東西的帶電與否,要看它的直指數跟電子數的關係,那麼甲的直指數帶正電16個,你的電子數帶負電也是16個,所以16個正16個負,所以合起來就不帶電,所以呢,選項B呢是對的,事實上,這裡面的表格里的甲乙丙丁都是直指數等於電子數,通通都是在所謂的電中性。 選項C,甲乙与原子的化學性質相近,那麼甲的直指數是16,原子序16,乙的直指數16,原子序16,表示他們兩個在周期表擺在相同的位置,視為相同的元素,所以他們的化學性質相近呢也是對的。 諸原子的質量大小,甲小於乙等於丙小於丁,那麼原子的質量基本上就是直指的質量加上中指的質量,也就是直指數加上中指數,也就是所謂的質量數。 甲的質量數呢是16加上18,也就是34,乙的質量數呢是16加上20,也就是36。 丙的質量數呢是17加上18呢也就是35,那麼丁的質量數呢是18加上22也就是40,所以呢最大的是丁,接著然後是乙,然後呢比我們的丙大,然後最後呢大於我們的甲,所以呢應該是呢甲小於丙小於乙小於丁,所以選項株呢是錯的。 因此,第20題問我們說,下列敘述何者錯誤?我們答案選的是,諸原子質量大小,甲小於乙等於丙小於丁。